再過幾週我們就要過年了 但是今年台北迪化街 沒有封街擺攤 倒是大賣場搶起生意 擺起了年貨大街 而且還推出福袋 這個投獎聽到真的會嚇一跳 要抽的是台積電的股票 等於抽中的話 就可以賺超過60萬元 另外還要帶您看到 現在的世貿年貨大展也開跑了 這次有民眾 他說今年打算買2萬塊 所以他拿了一卡行李箱來到現場 要來裝年貨 零食餅乾 抄洗器 金幣 巧克力 還有過年少不了的開心果 年貨大街搬進賣場 今年還推出福袋 不抽名車 不抽鑽石黃金 直接來一張台積電股票 我們這次福袋最大獎 我們送的是台積電的股票金 所以我們會到時候 讓消費者得到台積電股票的消費者 他會先去證券開股 那開完股之後 他們決定購買台積電之後的成交價格 我們會再加金額直接會的消費者 真的好驚喜 一張台積電股票當頭獎 抽中的話價值超過60萬 另外還有存股股民最愛的 玉山金股票也是獎品 業者搶工春節商機 年貨大展也開跑 肉鬆在機器內翻攪 老闆手閒不下來 忙著用工具把肉鬆散開 看著好療癒 旁邊肉乾油兩量 香氣瞬間鋪鼻 吃東西就要吃熊青椰 連接到應景的金塊牛軋糖 看著喜氣讓你夾滴滴過好年 香脆花生夾進牛奶糖 表面撒上些許花生粉 口感軟Q有嚼勁 一兩萬吧就是這麼大箱子 準備裝東西的 今天要把它裝滿吧 希望能夠裝滿 乾貨買完重頭戲年菜登場 五股雞燉到軟嫩三層肉 口感Q彈飽滿吸附湯汁 聚烘醉瞎燈光下閃閃發光 光用看的就讓人食指大動 電商平台跟知名餐飲業者 合作推年菜 預估的話應該至少會成長 三層以上 所以我們跟很多的餐廳名店 都有合作 像今年不管是王品 然後享食天堂 還有台南的錦霞樓 都有推出冷凍年菜 距離農曆春節剩不到一個月 民眾集囤年貨 業者也磨刀霍霍 準備大搶一波 年節財 東森財營新聞 吳伯玉品杰特報導 要迎接新的一年 或許可以考慮重新調整沙發的配置 來創造更大的居家空間 亞洲保健龍頭品牌就推出適合全家人使用的機能型智能沙發 一以多變化 而且還兼具了按摩紓壓 讓家裡的客廳原地升級 平常我們放在家裡的話是一個很舒服很舒適的沙發 新年要裝飾家中布置 饒小姐看中了這一款新沙發 目前它的顏色跟我家沙發顏色其實就是很接近的 所以我覺得即使現在直接放到我家的客廳都不會很突兀 這張不光是沙發還兼具按摩功能 機能型的智能沙發 像肩頸的部分就是按得很深層也很到位 所以就是整個就是非常的放鬆 趁著過農曆年前除就不新 很多人都想著該怎麼讓小坪塑的空間做出更有效的利用 挑選符合生活需求的家具就變得很重要 家具的部分它最好能夠達到一物多用 像我們的沙發也是一樣的 它可能就是在體積上它能夠去縮到最小 那需要做一個延展或者是按摩功能的時候再把它打開 亞洲保健龍頭品牌突破消費者選購沙發的迷思 用空間配置的觀點重新定義舒適的沙發 像是三人沙發加上一張單人沙發 或是將家中配置調整成2加1 坪數小一點的可以改成1加1 創造更多居家空間 以往的這個按摩椅它們比較沒有辦法當作是一個沙發來做 那所以今天我們就是把按摩的功能跟沙發的功能結合在一起 它就可以有效的去使用我們的空間了 具技能性的單人沙發有編座 還有USB插孔及藍牙音響 不論是看書滑手機或是追距 還能兼具按摩索壓功能 讓家的舒適感更能大大提升 東森新聞 吳孟靈珍和明 台北採訪報導 看盤中算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